רק 淀光 好 -'00 下春天已經來到冰川神社 是今年的第二次來這裡 因為這裏現在有一個風鈴鍵 所以就來看看 順便試試這支Sigma 23 1.4 給富士的 X-Mine 哇 今天真是幸運 超好天又有這個派藥 再加上這裏 風鈴五眼六色都蠻美麗的 用這支Sigma 23 1.4 可以在這裏用淺景深拍一兩個風鈴 亦可以收拾光圈 亦可以拍攝一些廣角的景色 以Sigma 23mm來說 其實是APSC系統裏面 用來Snap Shot 非常好用 劉果可以拍攝 each component 它 Casa 3 1.4 4th desafys 作為富士用家 最关心的就是这支镜头能否复制到X-H2的4000万像素呢 我自己觉得1.4光圈的时候真的有点柔软 但去到2光圈,画面中心的解像力是可以支撑到4000万像素 但像素密度去到这么高的时候,妖射现象都很容易发生 所以去到16光圈,基本上是完全不可用 作为一支定位不是太高级的镜头 也可以看到画面边缘的质素就会比较差一点 如果要满足到X-H2 4000万像素的镜头的话 都要收到5.6光圈开始才算是好一点 传开光圈的时候都会看到有紫边 去到2光圈的时候就会大幅改善 其实今天拍的东西主要都是风铃 始终都是死物来的 如果只是借助X-H2 4000的主体变色功能 拍片的话真的有点困难 所以有部份的片我都是用手动对焦 但是这支镜头在手动对焦的时候 我觉得手感也算是挺好的 不只要一段段段一格格的跳 而且手感上都挺直觉的 亦都是很少很少的延避 所以手动焦我都算是OK的 而且Lens breathing 就会有点不太明显的 不过以这支镜头的价钱来说 我觉得都算是OK的收货 对焦方面配合部X-H2 我觉得单次对焦的速度 就算是中规中矩 连续对焦在配合人眼的追焦的时候 都算是挺快的 我这支镜头是不太快 鏡頭的最近倒極距離是0.25米 也算是不差的 一般的食物來說 例如拍攝這碗拉麵 拍攝到最近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這條繩子 這條繩子也沒有 確實 沒有 我們有什麼儀式 不知道 因為我看到它是藍色的魚 鏡頭的抗原光能力 就叫做普普通通 對著太陽都會見到有少少光斑 最後就給大家看它拍攝星王時候的表現 如果這條繩子也沒有 可以再拍攝星王 好嗎 I'm 好嗎 這條繩子也沒有 好嗎 Astronomy 有些人 在一起 最后如果真的要介绍镜头最明显的缺点 其实就是镜身上真的少少的操控都没有 只有一个对焦环 今天就简单试完这支SIGMA 23.4 就是For FUSSIMAN 就是在这个SIGMA的平价定焦里面 现在多了一支焦距上也挺实用的镜头 如果是富士APS-C的用家 又多了一个比较平价的副厂选择